完了肯定是超级简易兄弟们 三个灵士还剩两个灵士图鉴 也就是三个灵士刚鉴定完一个立马下了 出了一个自己很难驾驭的东西 超级简易双伤一速 超级简易双伤害一误报 超级简易误报速度加伤害 超级简易双法伤一法报 封印命中 等一下啊 刚才脑补的画面实在太多了 好像跟这三个灵士没有关系啊 可能戴在身上了 身上也没有啊 藏宝阁再走去 14万啊 不是今天出的吧 卖个超级简易啊 封印位的会比 封印位的会比抗风位的 我觉得会好卖一点点啊 因为封印的话速度高 被虚米秒的机会比较多啊 法防比较适合的 这他们没超级简易200块钱 有超级简易这么贵吗 那没办法啊 抗风也是 就比如说啊 双抗风一防御 双抗风一法防啥的 超级简易这啥属性都值钱 藏宝阁符合你的这个 标准的主属性的话 最便宜的话98000 咱们对比98000 看可以没有啥优势 防御它是20 其实综合属性很好换算啊 综合属性的话 58再除以一个3 再加19再加20 这个下牌的基础属性是58 看咱们的啊 咱们的是80除以3 再加上19 再加16 咱是61 咱是下牌比他高三 他是上牌比咱们高三 所以说咱们根据这个综合来推断的话 一定是呢啊 咱们的价格摆高了 我建议你现在第一时间下架 给14万 因为14万的东西还价 他还了个0.65 最便宜的话 他只能还到9万1 就比如说他想8万8 或者7万5想买的话 那他就买不了 所以说先下架再上架啊 藏宝阁就这啥东西 也为火链比武器 也就是